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傳染性更強 世衛說變異病毒含14種特變 近期肆虐英國的冠狀變異病毒引發全球關注 初步研究顯示變異病毒的潛在傳染性更強 世界衛生組織12月21日發表新聞稿說 這種病毒的變體包括14種主要特變 世衛在星期一的新聞稿中表示 2020年12月14日英國當局向世衛組織報告 通過病毒基因組測罪發現了一個新的SARS-CoV-2變異體 這個變異體被稱為SARS-CoV-2-VUI2020-12-01 初步分析表明這個變體可能更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目前正在進行調查以確定這個變體是否會對症狀嚴重程度 抗體反應或疫苗效力產生影響 世衛稱這個病毒變異包括14種特變 導致氨基酸變化和3個刪除 刪除是指染色體或DNA序列的一部分發生缺失 進而失去這些遺傳物質 其中一些特變可能影響病毒在人類中的傳播性 不過世衛補充說還需要進一步的實驗室調查 世衛提到新的VUI2020-12-01變體 已經在澳洲、丹麥、意大利、冰島和荷蘭等幾個國家被發現 世衛還說英國的初步報告認為這種變種病毒 比起已經存在的病毒具有更強的傳播性 估計傳播性增加了四成至七成 目前正進行實驗室研究以確定這個變異病毒 是否具有不同的生物特性或改變疫苗的功效 英國在2020年12月首先對變異病毒進行調查 在一眾科學家尋找更多關於病毒變體資料的同時 它的影響已經顯現 幾十個國家對來自英國的旅客實施了旅遊限制 當病毒的基因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就會產生變異 所有病毒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變異 新的變異是常見事 包括新冠病毒又稱中共病毒的變異 好像其他變體一樣 這種變體帶有一個基因子民使它容易被追蹤 而它剛剛好是現在英格蘭東南部廣泛存在的一種變體 但是這樣並不意味著這種變體更具有傳染性或危險性 但是為英國政府提供建議的科學家估計 這種變種病毒的傳播率提高了七成 新興呼吸道病毒威脅諮詢小組NIRFTEC的主席比德霍比 在星期一表示 專家們現在高度相信這種變種病毒確實比其他變種具有傳播優勢 NIRFTEC成員科學家尼爾·弗格森在星期一表示 這隻變體可能對兒童更具傳染性 它在科學媒體中心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有一個暗示是變體對兒童有更高的感染傾向 不過它也謹慎表示還需要更多的數據 它說COVID-19相對來說對兒童的感染仍然比較少 這些發現對病毒控制有直接影響 就在醫院和醫護人員進入已經特別困難的冬季時 更多的病例會給它們帶來更大的壓力 並最終導致更多的死亡 這隻變種病毒最早在9月被發現 到了11月倫敦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中共病毒感染 是與這隻變種病毒有關 英國首席醫療官克里斯·惠蒂 在上星期六表示 變種病毒感染佔倫敦新感染病例的六成 單是過去一個星期就增加了一倍 英國BBC報導 這隻變種病毒變異程度不尋常的高 目前最有可能的解釋是 這種變異出現在無法抵抗病毒 和免疫系統較弱的患者中 後者的身體成為病毒變異的溫床 今次的《紳士國聽新聞》就到此 喜歡的朋友請記得訂閱和讚好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